其实上的所有菜 它真的是一分钱一分 我看见何比多真假 厨子说 杭州市蓝宣村庄十访 仨人两次 就来这套餐吗 行 但另外这边有什么忌口的吗 没有 好的那这边你做菜了 好嘞 你看这套餐 不得一百块 我们点了一个三人的招牌套餐 是一千八百八十八 另加15%服务饭 那是八百 天呐 还没有人心来吧 简直是伤心兵狂 这个叫肉酱 什么蛋蛋 什么杏鲍菇配鲜虾 我这一勺最起码50块钱 我 蘑菇拌了一个咸鲜的口 配着川菜那种红油酱香带豆豉的味道 有点像老干妈 但是蘑菇的口感非常好 吃的口也是很不错的 吃的确实挺好吃 好 不出口气 番茄拌小河豆 98 番茄小番茄 口口口里面塞在小河豆上的白色的吃 哈米瓜 用卡芙奇妙酱拌的哈米瓜 不说不说 很好吃 看小河豆烫火 去的皮以后拿糖水浸的 你酱了 非常的多汁 里边哈米瓜的口感 珊瑚桃仁的口感 配上珊瑚桃仁那种香味 这好吃 真的 真真的好吃 两口30枚了 33 甘芦雪花牛肉398 这一口66块钱 一天生活费都没了 牛肉软烂还嫩 它这个汁儿微甜 带有明显西餐烧汁的香味 我觉得这块牛肉是低温慢煮 低温慢煮代表什么 有你们一吃就知道了 它的口感软烂的就像棉花糖 就小孩吃这个 但是它还有肉的味道 牛肉的香味很重 这个牛肉的脂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它脂肪的香味很明显 我没花钱的不是 贵的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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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这个消费能力的问题 好吃吗 有点那个 台湾门那块油肉的感觉 就是软软烂满的 看咬的时候好像就停止了 就像那种炫饭头一样 每天咱们去上海的时候 涮了一顿上海的台湾饭 广州那是米其林二星 上海那是米其林三星 米其林三星的西餐厅 真菌炖土鸡 288 羊肚卷 鸡肉的口感 味道非常好 鸡肉特别有弹性 这应该是什么鸡饵还是鸡什么的 跟他有说的 软软的 嫩嫩的 滑滑的 羊肚卷 他这个羊肚卷在吃的鸡汤的这种味道 河汤有点咸 很咸了 咸咸的口 我真没看见他说的 这什么松松松松松松在哪 这儿呢 这怎么看着像我长梁 拿了顿小鸡那个 实在是 这小鸡 不错不错 这个鸡是个好鸡 东海大黄鱼468 他普菜烧 咱绝对在上头吃 这就是普菜吧 鱼肉的口感 也软嫩 有弹性 鱼挺新鲜的 咸鲜的鱼汤带了一点点的辣味 在里边可能搁了那么一两个小辣椒豆 有那么一点点的辣味 然后配合这个普菜的味道 主要黄鱼油脂特别大 熬出的一个汤 非常的浓香 明白吗 那沾嘴多 沾嘴倒不至于 但是你一进嘴 就这个鱼汤真的很浓香 不错 前堂姜虾炒黄米果 288 天呐 我觉得只有马爸爸能 天天上这种地方吃饭 前堂姜虾 小虾一进嘴一嚼 干汁一下 外壳酥脆 然后里边虾肉特别的嫩 味道很是鲜甜 这应该就是黄米果 我在里边还发现了五花肉丁 贵面什么菜 没吃出来 就好吃了 微甜 加一点点酱性 这小菜炒的也不错 松茸炖肉汁 108 松茸配菜给的竹孙 肉汁就是一个肉丸子 来 我先把这个醉汁鲜的吃了 坏了 你们俩谁能把肉丸子供钱给我吗 太好吃了 不是 它肉丸子里有东西 我一口尖嘴了 我看不见是什么了 我不能给吐出来 我怀疑是接口 我接口 丸子非常的软嫩 你想就是黄洋菜十字头那个感觉 然后松茸 松茸的味道很香 竹孙 喝汤淡淡的肉丸的香味 带有松茸的香味 挺好吃 这集单个儿的菜多 我估计你们也听完了 断盆吧 小汤喝着挺鲜亮 咱们好像就说你一个天片王 不理我了 吃完了 不过瘾 和牛里干八斤炒饭 488 对那个师傅说 这个和牛若要是谦虚的话 其实和正常的吃不太差 区别是这样 和牛的第一大特色就是 脂肪含量特别高 就是鸡肉里边的脂肪含量特别高 然后拿它来炒饭 就是有很浓的牛肉油脂的香味 我只能这么说 你觉得和牛这点贵吧 它这里边搁的干八斤 更贵 这就100块钱了 150 再来一碗 200 说实话 炒饭很一般 我没有吃出和牛的那个味道 和牛的那个脂肪的香味 然后干八斤的味道 我倒确实吃出来了 师傅用那个小干辣椒 炒过锅 有一点点的辣味 这里某样东西吃有点发苦 如果我常不明白就让干八斤背过 没常明白 就是干八斤有点发苦 炒饭不好吃 就是这顿饭里边比炒饭是最差的 那哪个是最好吃的 西红柿 西红柿最顶的 嗯 那小西红柿 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小西红柿 最后总结 这一顿我算的是 71块2 人均700的消费 首先咱们说这个位置 下车走进来那个路口那写着 什么林隐寺景区 要交四五块钱买门票的 但是我们也没买 直接走进来了 他肯定是在景区里边 然后我们是晚上 还刚刚下过雨 走在这条石头路上 确实非常有意境 跟那个拍那个电影 是那么一个感觉 汉庭装修业挺有特色 非常非常复古 古朴 古朴 非常非常古朴 这个词比较好 那还是你有文化 咱们再说一下 就是上台所有菜 它真的是一分钱一分化 人均700消费 菜确实好吃 食材的质量 还是说味道 做的都非常好 我最喜欢他家的小青红柿 那个真好吃 做的